像這些衣服都是確診到現在還沒洗的 衣服堆滿滿確診者 呂先生租屋處沒洗衣機 無法出門拿去自助洗該怎麼辦 他想到可以請人到府收醫 利用app或是電話預約 不用特別註明是否染疫 因為業者防疫不敢大意 對放門口就可以了 拿到確診者衣物都得先經過酒精消毒 才能裝進專用洗衣袋 全程採無接觸式服務 業者只能隔著大門跟確診民眾溝通 我們回去會做衣服健檢 他會再通知您 從門口到車上再到工廠 也都會不斷噴灑酒精 各類衣服回收進到工廠 等著洗去病毒 家裡面其實沒有洗衣機 然後其實如果有送洗的那種服務的話 其實會比較高頻 然後像是這種上班在穿的衣服 我可能就是會覺得送洗 可能有人幫我就是乾洗 或是處理過會比較好 有一點是說怕會不會有病毒會混在一起 進場都有做相關的消毒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都會靜置一段時間 洗完之後我們會經過烘衣的程序之後 我們會經過一個高溫隧道機的流程 高溫隧道機從蒸汽的概念去幫它做消毒 所以衣服上病毒到這個環節應該都已經不存在了 以結衣家來說 4月本土疫情爆發 道府收醫業績月增八九成 但其他連鎖洗衣像是新龍泰擔心風險只提供解隔離後洗衣服務 而且衣服會分開洗不額外加收費用 絲必禁強調洗衣設備有負離子功能和高溫烘烤有效殺菌 居子洗衣則表示解隔離者大約要等一個星期才會提供收醫服務 另外解隔離後確診者就怕空氣中還存在病毒可能會傳播給親友 請人來居家徹底消毒業績也是成長兩到三成 本土病例創新高確診者的居隔商機也大爆發 TVBS新聞余山運輝捷腿報導 開啟小鈴鐺喔